我們現在請老師呢 您先打開我們這個MyViewBoard的軟體 那你打開之後呢 如果說老師要比較方便的話 就是像我 我們一登錄之後 他不是有那個畫面嗎 請您直接 APP啊 有沒有 你可以把這個APP裝起來 這樣子的話呢 你在登錄的時候 就是像我早上示範的 就用APP的掃QR Code 掃描我們登出 有沒有這個 你如果還沒有登錄之前 這裡不是要一個登錄的動作嗎 對不對 你就可以用這個方式 那他這個地方呢 就有Android跟iOS都有 那登錄的時候 他當然會請你 就是輸入你當初註冊的那個信箱密碼 有沒有 我們早上就是 有來他的網站 在這裡不是有註冊一個帳號嗎 如果老師您是用Google的 或者是其他的帳號 直接註冊的 那你就用相同的帳號 繼續登錄進來就好 這樣子的話 其實你 在使用上是相對比較方便 因為你就不用安裝了嘛 那也不用再打一些 帳號啦 密碼啦 速度就會快很多 好 所以我們請老師先稍微登錄一下 老師你進到簡報26月之後 這邊那個我寫的文章 在這邊 那麼我們先給老師看一下 平常老師也許有機會 有沒有可能用到PDF 有可能 對不對 你可能教材是PPT啦 或者是Word啦 其實都沒有關係 那今天如果我是用PDF 如果是這種形式地 你想想想如果學家在開會的時候 這種形式地要講解的時候都怎麼講解 大部分就是這樣看 那頂多加上畫個線 像我們這樣 比如說畫個線 老師我們哪一天要做什麼 要注意一下 對不對 然後過了就 超過這頁 這裡就要清掉 就要往下捲 但是該忘了就忘了嘛 那我們來看看 如果用myviewboard 用這種方式上課 怎麼樣 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檔案我可以先把它下載下來 有兩種方法 myviewboard 然後我們最簡單的 我已經 沒有沒有 我以為我下載好了 來 你看我們打開這個軟體了 那你一進來之後 有沒有發現 下面 這裡 這裡有一個這個 你可以放左邊 放右邊 放上面 不行 因為沒有人放上面了 因為他們考量到一件事情 如果我放上面 那個白板很高有沒有 按不大 好 所以你會看到有兩個工具列 有一個這個 一個是這個 這個 只能擺三邊 啊這個的話就可以 自由移動 好 那首先呢 一種方式 如果老師你要比較接近 你自己的上課方法 比如說你要用簡報 你是不是缺一支筆 欸 為什麼我說缺一支筆 雖然PowerPoint裡面有筆 可是 老師平常上課你畫完了之後 你會怎麼樣 是不是就看起來 筆跡就不保留 比較多嘛 你會不會每一頁都保留 應該很少 那第二個 你再怎麼畫 它的空間是不是就那樣而已 所以說如果你需要的話 你看我們最下面這裡 我們在最下面這邊 哇 這樣看不到很累 我拉到上面來好了 很累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個Windows的logo 你把它按下去 按下去 你發現什麼事情 你有沒有發現 你又回到Windows的視窗 這個功能了 可是 是不是多了一支筆 有沒有多了這支筆可以用 就是多了一個面板 那 我今天如果來這邊 這裡應該各位看得比較久 有沒有下面有一支筆 你按下這個筆之後 好 如果我們以剛剛這邊來講 按下這個筆 它就進入畫圖的模式 那筆的顏色 你可以按一下這裡選 出戲也可以選 好 比如說我們在這邊 待會呢 我們要注意一下 有沒有 這個學習可能在這裡 這幾天 我們要特別留意一下 有什麼活動的 好 用完了 那 你可以把這個畫面 有幾種方法 第一個 你可以把這個畫面拍起來 你看它有沒有拍照的工具 其實用 我們MyViewgo最大的好處就是 它把我很多 像 你看到我的上課模式 我是不是整合了很多的工具 可是呢 你用MyViewgo就是一個軟體 幾乎所有的工具都有 你就不用這個 喔 我一下用這個 一下用那個 那 你看 它有拍照 那拍照呢 你可以選擇 我是全螢幕拍 局部的拍 局部的抓 甚至有沒有錄影的功能 欸 是不是一樣 我們上課過程還是可以把它錄下來 那 我先用拍局部的 好 你看 我把它拍一下 好 我就覺得說 這個是我們今天 講到的重點 我先把它拍起來 有沒有 進到裡面來了 好 那沒關係 我們就繼續往下 講下去 所以我再回到這裡 有沒有 再回到這個 Windows的這裡面 欸 好 繼續往下 再下來 再下來 好 那我可能 這個呢 我要做一個說明 好 就來這邊 一樣的 這裡有這些 請大家留意一下這一塊 甚至呢 它裡面 像這樣你畫好的 你也可以自己寫字 有沒有 在這邊 自己 有沒有 這裡是筆嘛 寫字 比如說我們寫一個乘 好 乘數 OK 那如果你覺得這樣子 有夠醜 有沒有 可不可以把它變成文字 可以耶 筆跡可以轉換成文字 現在不是有這種功能嗎 圖片轉文字啊 你看左下角這個 我現在用的這個 有沒有這個 變這個 把筆跡 走寫的筆畫 是不是轉為文字 你把它按下去 哇 第一個字沒有 喔 我看一下 第一個字 來 你轉完了之後 你可以用這個選擇的工具 我點到它 喔 還好 但是真的有 有弄錯 有沒有 因為那個字太潦草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 當我變成這樣子的時候 來 我換個顏色 文字 可以換顏色 有沒有換了 欸 怎麼只換到一個 選起來 欸 後面那個字不見了 喔 被擋到後面去了 喔 抱歉 來 這裡 你可以換顏色 弄好 OK 有沒有這樣就進來 那不對的 當然你可以做修改 這樣是不是也可以 對不對 欸 我的筆跡可以轉文字 當然如果你有需要唸出來 他也可以唸出來 他也有語音朗讀的功能 在這邊他有那個 語音朗讀的 說出所選的 說出所選的字 有沒有 但是我們不是要證述 我們要陳述 哈哈哈哈 好 好 像這樣子 點到它 陳述 對不對 你看 好 連語音也一起弄出來 所以如果你是 老師教美語的 教英文的 可不可以像用這樣子 你自己寫了一段 欸 來 我們唸一下 因為老師不好意思唸 我們用Google小姐幫忙一下 請她幫我們唸一段 也可以 好 一樣的 這個畫面我也可以拍下來 就是到這裡 點下去 好 我就可以拍下來 對不對 那如果說你用完了 像我這邊現在用完了 那 假設你要繼續操作 你的Windows這個內容 你也可以 假設我這個不存的話 也沒關係 你看下面這裡 我們剛剛在這邊 是不是按著那支筆 就進入筆的功能 如果你要恢復操作的 是不是要回到滑鼠 再按一下 他的筆就會收起來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繼續的 操作你的電腦 等於說他剛剛是切換到書寫模式 好 那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剛剛畫的內容還在上面 那這個時候呢 如果你要清除也可以 這裡是不是有橡皮擦 你如果用這樣擦 你就落伍了嘛 這樣雖然可以 但是很累對不對 所以說你看 在MyViewer工具 他都有兩種使用方式 第一個 就點一下就用 第二個你再點一次 有沒有完整的功能 就秀出來了 每一個筆都是這樣 你看按一下 第一次按的時候 就是幾個筆 然後再來就是完整的功能 就會秀出來 你看這個也是喔 點下去 再點一下 有沒有就跑出來了 它有完整功能 所以我今天 橡皮擦 再點一下 好 這樣子有點慢 我可以怎麼樣 框住的 我就刪掉 當然你也可以在這邊 罵哭也可以 一個一個慢慢 那我框到了就刪掉 你看我沒有完整框起來 這又不會刪掉 所以我可以這樣框起來 刪掉 這樣也OK 所以我們傳統寫 你就沒有那麼勤勞啦 你就擦掉就沒啦 但是這邊就有這個好處 你可以像這樣 那我現在這個想要把它抓起來 我就來這邊 一樣 我就抓起來 好你看 我們剛剛講的重點 有沒有都在裡面了 都留著的 那你可以在同一頁 也可以怎麼樣 不同頁 也就是說呢 我們MyViewBoard 跟我們的那個 就是那個叫什麼 PowerPoint一樣 PowerPoint有沒有限制你說 只能做五頁或十頁 沒有 有沒有看到這個加號 按下去 又是一條好龍 所以你看上一頁 下一頁 如果你要管理你的 你的那個 頁數的話在這邊 有沒有這樣兩頁 所以你的白板 除了有無限的空間 我點到這邊 用手 稍微拿過來 有沒有無限空間 每頁都是無限空間 再加上 你又有 超級多頁 這樣我們上課的歷程 是不是都留下來了 這是第一種方法 就是說如果老師覺得 嗯 我還是比較習慣 回到Windows來用 我們可以像這樣子用 那如果說老師覺得可以的話 你的PDF其實可以 匯到我們的什麼 MyViewBoard裡面去 我就不用再這樣齊來齊去 了 我就直接在裡面講解就好了 我們來試試看看 好不好 來看一下喔 我現在回到MyViewBoard 來 如果你剛剛呢 已經 先 進到這個 就是Windows模式 你按上面這個 MyViewBoard Logo 按下去 有沒有回來了 好 那我們來看看 要怎麼拿出來 你就找到這個齁 我現在 好放右邊好了 來 這裡是有個 應該是這個 這個 第1 2 3 4 5 6 第6個 好這個好像白寶箱那個 按下去 有沒有可以從這邊 從你的電腦 或你的雲端一點 把檔案打開 來這邊齁 我再找一下 我剛剛的是在下載這裡 應該是哪一個呢 10多的樣子 我看一下 下載 2020 08 06號 2020 08 這個 那我就把它拿進來 這個時候 它就把它匯到裡面 那麼 原本你的PDF 有多少頁 我們在這邊 就會產生多少頁 有沒有發現 如果你的PowerPoint 有多少頁 這邊就有多少頁 那 你看喔 我們一樣是在講解這個 這個 所謂的 形式力 我們來看看 到底用這樣做 跟 剛剛的方式有什麼不同 好 現在這樣子 不夠大對不對 滾輪 在這裡 滾輪 有沒有變大 好 然後呢 現在缺筆 我先拿下來一點 好 變成手拿下來 缺筆 點到它 看你要什麼顏色的 欸 我們今天 等一下 馬庫一下 寫錯了 馬庫 這裡 這一天要注意什麼事情 哪一個科試 你要注意一下這個事情 好 到這邊 到這邊 阿現在比較下面了對不對 好吧 那我們就用手 拿上去 呵呵 有沒有感覺這樣講解東西比較容易 所以 你如果像 一些我們需要算數的 比如說 會計阿 欸 這樣子 就無限的空間阿 我可以用 好 這一頁講完了 好 那我們換下一頁 有沒有馬上跳進來 滾輪 這個放彈 馬上 看你要講哪一個 在這裡 我們 接下來 6月3號 這個 9月26號 這裡有什麼 有那個 校訓的 大家這裡要注意一下 你也可以用 它裡面有其他的工具 像這樣子 這樣畫 都一樣 它裡面有很多的工具 你都可以自己 調整一下 好 這樣第二頁講完了 再下一頁 是不是都看得很清楚 很OK阿 你就可以像這樣子 那等到你要看全部的 來 我們來複習一下 剛剛我們有提到哪一個 有沒有 大家有沒有 就是 再留意一下 順便再提醒大家一下 筆記都留在裡面 這樣就好了 所以其實這個是他的兩種 就是 簡報 應該說就是老師上課的模式 那 如果呢 你要比較貼心一點的 因為 我們這樣講 講太多了 其實同學 或老師還是沒有記得 對不對 所以你看這裡 這裡有一個儲存 有沒有一個 這個 資料夾的 你看把它按下去 有沒有一個叫QR Code 這樣子我是比較擔心 老師你會受不了 因為以前我們學習沒有那麼方便 因為當我按下去之後 因為當我按下去之後 來你看 我按式 好 麻煩老師幫我掃一下這個QR Code 要是以前我們上課有這麼方便就好了 請問老師看到什麼 剛才上課畫面 老師的標數 老師的筆記 有沒有都在裡面 有 這樣同學回去要幹嘛 哈哈哈哈 你也有感覺到 不要 養雞場 不要再統一養 養他們這些小雞了吧 把它拿回去 讓他們自己 使用的時候 是不是可以發揮更多功能 今天同學筆記沒有抄到 他知道要怎麼去找 對不對 這樣有沒有感覺 還蠻方便的 也就是說 我們剛按了QR Code之後 他會怎麼樣 把這個檔案 直接存成PDF 上傳到雲端 再共享出來 那麼 老師的上課筆記 是不是也留著了 那麼 同學也可以拿到老師的筆記 不會說因為有漏抄的 哪個重點沒抄到 這樣是不是也很方便 我們要的 並不是同學把筆記抄得很好 而是要他真正學到嘛 當然 他如果能夠再 針對老師的筆記 再做一些 他覺得他重點的地方 是不是也很棒 OK 那這些東西呢 如果老師 您上課上完了 請問 可不可以馬上做複習 我下課前 我們就利用剛剛這個方式 我用不同的頁 你看同學 我們剛剛講了什麼 講了什麼 平常我們如果上課的時候 通常同學 早就忘記講了什麼 你還得同學打開 你看我們剛剛有講這個 剛剛有講那個 可是這個 都是活生生血淋淋的歷史 都在上面 哈哈 你剛剛的計算過程 是不是也在上面 你就不用再重寫一次啊 所以老師我現在都不寫白板的原因 就是這樣 哈哈哈哈 因為如果我寫白板 同學會跟你講 老師讓開讓開 好 老師你可以插了 哈哈哈哈 這樣你不覺得很難過嗎 我那麼認真寫 就只有一秒鐘的時間 哈哈哈哈 對不對 我們這樣就留下來了 那重點是 這個是教學的 當下 欸 可是你下一次來上課的時候 這個檔案可不可以把它存起來 存起來 可不可以複習 而且複習的是絕對是跟上次一模一樣的 你不用再重寫一次 這樣老師是你會忘記啊 這同學會忘記 哈哈哈哈 那我們看一下 剛剛我們的存檔 你看喔 這裡 我們的存檔 剛剛用QRcode 它是變成PDF 對不對 可是這種方式的 它是變成圖片 所以你的裡面這些筆跡 就不能再怎麼樣 再修改 但是呢 如果你存成 MyViewer專屬的格式 你看這裡 我按這個 有沒有 一樣是這裡 我按一下這個 儲存 這個是定存 你如果按儲存也可以 我先按定存 按一下 你如果選擇 你可以存在什麼 我們的雲端硬點 這樣老師是不是就不用忘記 就是下課之後帶走檔案 那如果你存在我的硬點也沒關係 比如說存在下載 您看一下 這個呢 會是它專屬的格式 點到它 儲存 到下載 OK 這裡有沒有一個名字 那我給它一個1226好了 它的副檔名 大家有看到 有沒有 叫做VBO 對不對 那當然就是它專屬的 那用這種 存下來有一個好處 你今天這些筆跡 都是獨立的 你看喔 我用這個 有沒有 這個框選的工具 我點到這個筆跡 糟糕 這已經寫在 沒有這個是用拍照的 好所以我用下面的 我們後面這個 你看點到它 點到它 你可以用框的 框起來 有沒有發現這個還可以拿走 這樣子是不是都獨立的 點到它 這個 你預設的話 我們的那個什麼 那個PDF 這個頁面有鎖住 我把它稍微 往後推一點 你看點到它 有沒有鎖住 這裡有一個鎖頭 我把它先解開 這樣子有沒有可以移動 所以如果老師 你要再考考同學 我們上次講過的那一題 你還會算嗎 哈哈哈 好 那個筆跡老師先收起來 哈哈哈 拿起來 拿到旁邊 有沒有 馬上考一下同學 你看 老師先放旁邊 你練習 不會的 再拿回來參考一下 這樣是不是 教學的 整個互動會不一樣 老師也比較整次 因為 我們現在用 教室裡面 不管你是用白板 用黑板 你總是會有不夠空間 會差掉 下次來 又要重來一次 可是我們如果用這種方法 老師可不可以拿來當作備課 也可以喔 我們剛剛那種是 上課當下跟事後複習嘛 如果今天我先把PDU放進去了 那我來的時候 喔來同學我們今天來看 我就直接打開 用開啟的 你該準備的東西都準備好了 就跟我們準備課本一樣嘛 今天同學你要看到第幾頁 抱歉老師我今天沒有帶課本喔 哈哈哈 也會有這種情形出現 那也不能辦法 沒有辦法自己做筆記的時候 沒關係 你看課本的我就先 PDF弄進來了 來同學我們就直接這樣上 這樣是不是很方便 所以這個是給老師 稍微參考一下 my people 兩種 那個 畫筆的方法 看你是要回到Windows 這種方式講 這是一個方式 第二個就是直接在它裡面 把你的檔案 用開啟的 它可以開PDF 也可以開那個 PPT 這些都沒有 然後你Word檔也可以 也是可以 也是可以 那你這樣放大周小 所以就還蠻方便的 所以老師 你可以先試看看 好我把那個情境先 讓給各位參考一下 那應該老師會更有感覺